这之前我们看过许多老外用千度熔岩或千度铜水铝水铸造宝贝的 譬如雷神之锤 美对盾牌 火影苦无等等 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些老外手艺真不错 外观造型简直就是神还原 甚至连杀伤力和防御力都完美复制 对此外国土豪看后表示非常感兴趣 也要来给吃瓜群众们露一手 为了同时将能力和财力展现出来 所以这土豪决定融化一公斤的纯金金块 来铸造一把雷神之锤 这价值4100美元的黄金你不要 为啥就不能给我呢 宝贝炫富咱也不能这么炫呀 开始前土豪就将金块放进干锅中 然后按下加热炉的启动键 进行长达一小时的加热 时间一缓而过 此时干锅中的金块早已成为了一锅成红色的液体 这时老外找来一个雷神之锤玩具 将其放进容器中 顺便他还往里倒了大量的石辣 索取物品都完成了后 老外就将其干锅对准容器 把黄金溶液倒了进去 哗啦啦 没一会儿就填满了 随后夹起容器就丢进了水桶里 再把手伸进水桶里 喷一把由黄金溶液打造的雷神之锤 就航空出世了 撑了一下有835克 也就是价值34000美元 怎样 小伙伴们喜欢这纯金雷神之锤吗 视频素材来一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